今天跳出来澄清强调自己不认识陈启祥 还有陈启祥的女朋友陈采梅 不过就在刚刚晚间 吴敦一透过了办公室表示 担任立委期间 曾经为朋友吴门中的女儿来证婚 今天刚刚才知道 原来吴门中的亲家母也就是陈采梅 不过吴门中都没有向他提过陈启祥这三个字 不过在刚刚等于吴敦一也改口了 是间接来认识陈启祥的女朋友陈采梅的亲家 这是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 好我们再来关心这几天 如果你有上气象局的这个雨量表 你会发现整个台湾地图 好像变得烤地瓜一样 都是红通通的都没有下雨 那么昨天台北出现了38.3度的高温之后 今天温度还是很高 中午时间测到了30几度 不过提醒大家未来一个星期 恐怕天气还是很炎热 明天高温也会来到36度左右 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了 不过我们就来看看 像现在天气很热 艺人拍戏也是很辛苦的 像是宅男女神李玉芬还有赖亚颜 两个人喂戏还得穿起厚重的婚纱 大热天里面还得狂奔好几回 相当的可怜 艺人赖亚颜还有宅男女神李玉芬 穿着婚纱踩着高跟鞋 在大太阳底下狂奔 汗流浃背光是用看的就好热 你要把我晒黑然后再去跟男主角见面 晒太过分了 只要一喊咖工作人员立刻撑起洋伞 演员更是拿起手上的道具猛山峰 大热天里拍戏高温动动上看37 38度 一不小心就中暑防晒更是不可少 有一些湿纸巾 我觉得平常可能女生热了就可以查 我觉得还蛮 可以比较止汗也比较清爽 滑水倒溜下来 水滑四起出外景玩水 看似很消暑 但为了配合采访 一下得定点拍照 一下又要访问 统统曝晒在阳光下 时间又是正中午 差点没昏头 我有中暑啊 而且我常常就是结束之后就去拔罐 我常常会被拔的全身就是一块一块一块 不管是主持节目还是拍戏 台湾持续高温让人叫苦连帖 就连大明星们也直呼真的好热啊 三地区人余晨吴晋婉如台北 曾播导 好 夏天到了 现在消暑的啤酒也开始要来抢工市场 不但是有各国的引进的啤酒在台湾上市 那么还有啤酒是强调不苦菩涩的口感 那么也成了贩卖中的抢手货 不过当然现在还有很多市面上的啤酒 是推出了不同的酒精浓度 让大家可以来做选择 好 我们再来看看罗浮宫的缩小版 现在在台湾也可以看得到 蒙娜丽莎的微笑 双翼胜利女神 还有维纳斯女神像 罗浮宫三件最重要的珍藏 全都在同一个空间展示 走进红色房间里 还能坐在拿破仑三世的座椅上 好好欣赏法国画家的创作 在罗浮宫其实很多画作都不是法国的 可是这边却收入了16世纪到19世纪 所有法国画作的作品 最后特别的地方是你可以去亲近它 你可以去摸它 去做它 然后去研究它的画的画风 从地毯 墙面 整个摆设 全都仿造罗浮宫实景打造 唯一不同的是 作品统统变小了 每一幅画作都只有真机的五分之二大小 而且摆放的位置变低了 就像来到小小世界 最特别的是还可以伸手触摸画作 副制片 可是它看起来就是跟真的一样 所以感觉它比较清晰 每一幅画得很不错 而且因为它是有缩小的 所以可以看得很清楚 日本电影美术大师种田杨平 利用电影手法把罗浮宫缩小了 搬到南台湾来重现 同时间开跑的 还有唱片封面设计大师萧青杨 一首策划的3D唱片展 或是150年来的动画历史演进 国际级的语文饗宴接连登场 要陪大小朋友过个充实的暑假 三立新闻台湾信明一庭高雄报道 好 原本多次强调自己不认识 陈启祥跟陈采梅 不过在刚刚呢 副总统吴敦艺改口了 他说其实是间接认识陈采梅的 这是夜间收到的最新消息 同时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2300新闻多一点 我是王主金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